真的 你還記得我們說過 什麼事情都要講出來 不可以有一點點你們 那你今天收到的包裹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我有包裹 你不用管我怎麼知道的 你可以告訴我 裡面裝的是什麼嗎 你也沒什麼重要的東西啦 不要騙我 有人跟我說你收到之後臉色很不好 你不用多想 我先去洗澡了 不准逃避 你是不是被威脅 是不是高副總寄東西恐嚇你 你知道胡說什麼啊 關高副總什麼事啊 我今天遇到他 他已經知道我們在一起了 還說要回敬我 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 他肯定會針對你對付你 我感覺 他對你還沒有死心 我只想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那個包裹 真的不關他的事啦 那你告訴我啊 好 好 我給你看 這些 是你買的啊 你買這個 是為了 對啦 就是你想的那樣 甚至要我跟你好好聊 我們之前不是為了那個吵架 現在交往啦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嘛 你以為我買這個東西很容易啊 做了多少功課 下了多大的勇氣 你也要問 到底有什麼好問的 好啦好啦 你不要生氣嘛 是我不應該逼問你 我是因為在公司看到高副總 太擔心你了吧 我不想讓你那麼快知道 還在找機會跟你慢慢討論 是 是我的錯 是我的錯